全联路规度的解决方法 第一次听到全联路规度的时候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心里会有很多疑问 什么是全联路规度 为什么需要全联路规度 全联路规度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里我先卖个关子 先来不来直接回答大家这些心里这些疑问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放在我们公司内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从这个故事当中 大家就能领悟到全联路规度相关的一些信息 首先来介绍一下本故事的主角张三 张三是公司政府采购业务的一个不能复责人 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张三所在的团队总共有15人 他所负责的业务范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政府采购业 在这个阶段其实相对现实指数还是偏高的 15个人承接一个省的业务 随着公司业务的一个拓展 公司的业务范围从浙江省拓展到了7个省 这7个省加算上浙江省7个省 这7个省都在使用我们公司整体的一个政府采购平台 那这个时候张三的人员的一个团队的规模 也从15人扩展到了30个 这个时候其实30个人在支撑整个公司的正式购业务范围平台 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还是支撑一个平台 但是因为除了这件之外还有另外6个省 其实这30个人相当于说是要承接总共7个省份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说每个省份承接需求的人 就支撑的人数不到5个人 从15个人瞬间跌落到不到5个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或许随着业务的一个拓展 又出了一种新的业台 随着国家网信办 国家工庆部国家其他部委队的一个数据安全 越来越的关注越来越重视 新台的一些省份都起了个诉求 说我们要做一个本地化部署要做一个私有化部署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意味着除了公司的正式购业务范围平台之外 那些是额外的省份都需要给他们提供一套完整的 这么一套正式购业务平台 那相当于说业务拓展之后 拓展一个省 我们就会多一个 努力的一个正式购业平台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保单平台 其实业务的拓展 张三组的团队规模中 三十人拓展到了五十人 但是他们需要支撑的一个业务呢 从云平台上七个省就变成了需要支撑云平台七个省 再加上六个导端省 导端就是六个导端的环境 整个七个平台环境 那这七个平台呢 就现在的状态就变成了从原来三十个人支撑一个平台 又变成了现在我五十个人需要支撑七个平台 总共是涉及到十三个省份 那在这个当中呢 如果你让省来衡量的话 其实你每一个省份所支撑的人数进一步降低了 而且你在部署独立的导端环境的时候 它和云平台相比 它会有一些额外的比较多的工作量 就是导端整体的部署环境是不一样的 你维护这个导端平台的维护的代价 比单独维护的云平台要更大 所以说其实整个章参团队 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会 整体的一个维护量就会变大 除了日常的开发之外 它还会有很多的工作 是需要去做一个导端环境的部署 进行导端环境维护的这么一个工作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举个例子 在最开始业务的时候 只有个浙江省 我们部署了一套测试环境 那张三的部门在承接到浙江省的需求的时候 那它只需要把浙江省的需求部署在 我们浙江省的单独的测试环境就可以了 那随着云平台有其他成份加入之后 这个状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是我 就假设我除了浙江省的一个业务之外 我还并行的有一个广西的一个迭代需求过来 那这个时候我浙江省人员需要做什么呢 我浙江省人员就是会有这么一个场景 浙江省的那个节目起测了 那我在测试环境把相关的代码都布成浙江省的版本 进行个测试 当然这过程中多少会发现一些bug 那我就把这些bug提交给开发人员 然后我就把这个版本部署成广西的 再来测 又有bug来提给开发人员 那等浙江这边的bug需求不好呢 又要把这个版本发挥成浙江的 就这么反反复复要折腾好几轮 测试人员就会陷入到平凡发板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这还是有两个省 当我们碰到平平台有七个省 再加上六个岛端省的情况下 那在测试环境就会更加的陷入到这么一个平凡发板 平凡切换分支来进行一个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不同省的业务其实都不一样 那在发板上线的过程当中呢 我可能因为我满足了 为了满足浙江省的一个需求 我上线了一个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有可能就会对 云平台的其他省份 甚至在岛端的其他省份 产生影响 我浙江的需求满足了 但是对其他省份产生了影响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上线的 一个质量把控上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我同样一个点在上线之后 我现在是需要往13个环境进行一个发布 那这个压力光测试的发板压力 就会变得很大 随着公司业绩的进一步的增长 其实对张三来说 这方面的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更多的压力不是在 怎么满足业务的比赛需求 而是在怎么更好地进行一个测试 怎么更好地进行一个发板 怎么正好地进行一个交付 并把控好一个质量 主要的压力都呈现在这个方面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刚才故事当中 张三碰到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发板的问题 测试的问题 在测试过程当中 一套测试环境显然已经满足不了 张三的这么一个 定型接待测试的一个需求 而且同时因为代码质量问题 影响的一个范围 也从一个对象层会扩大 扩大到多个小村 而且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多个岛端环境 交付压力会变得很大 那张三怎么来解决这三个问题呢 其实张三也考虑到 既然我一个测试环境不满足 那行 那我多几个测试环境 对吧 然后第二个 我既然这个我直接发板 这个故障影响方式比较大 那我是不是可以搞好一个 比较灵活的一个灰的发板 然后那我既然我应用了交付这个层面 会对行问题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应用持续交付上 去下攻击 那我们张三的故事继续来讲 张三首先他出手来解决这个 多环境者 哎那我以来一个环境不够 对不对 那行 那我多提到特殊环境了 我现在有13个省 那假设我可能 我保守估计比方说我可能同时会有5个省的 给大家需要进行特殊 那我过5个测试环境 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哎还真能解决 但是会带来个什么新的问题呢 你发布的时候 你不需要进行个频繁的切换了5个分支 5个测试环境 我分别发不同的测试分支 但是他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增加 你整个测试环境的一个付出的成本 会扩张5倍 但是你在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其实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个 那我现在想看 我引入一个多维度的灰度发布 来解决我这个问题 比方说 我是不是可以引入一套灰度体系 灰度发布的一套系统来做呢 但是发现 不管市面上蓝绿发布 还是我们的一个 AB测试 还是灰度发布 其实发现都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碰到的问题 因为在政府采购这个行业里面 它的灰度不单单是像一些主流业务的 我根据地区灰度 我根据账号灰度就可以了 它是会有一条非常死罚的这么一条问题 所以他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说目前一些主流的一些规则方案 并不能满足它的需求 第三个 那就是持续交付的问题 持续交付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一个程序 它同时在多个环境部署呢 那这时候又没有带来个问题 我可能不同环境的配置 我不同环境的数据库结构之类的 有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那我怎么样才能更好的 做好这个持续交付呢 如果用一套简单的交付的一套系统来说 它可能不能很好的满足云平台 不同省的需求 包括不同的导端 它带来了一些差异化的一些问题 这个交付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李氏出马 李氏呢 因为张三其实虽然他在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 张三发现 好像以他的实力这个问题不太解决就掉 要不就是成本增加 要不就是引入的技术其实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那李氏呢 其实他就推出了一个全连路徽币这么一个概念 来解决张三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李氏怎么来解决呢 首先第一点 在张三解决这个测试问题的时候 张三是通过引入多套环境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那他带来了一个点 就是说成本的增加 那我李氏怎么来解决呢 那如果我能有这么一套 变入灰度的这么一套体系 我在只需要一套测试环境的基础之上 我通过在测试环境部署 灰度应用这种方式 来同时支撑以五个解带的并行上线 相当于说我有一个基础版本 再加上四个灰度的隔离组 每个隔离组内来部署这么分别部署一个解带 五个隔离组分别来部署一个解带 那是不是就可以满足我这个诉求呢 我只有一套测试环境 但是我能够满足五个解带 那这个问题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第二个点关于那个发布 目前主流的发布方案 其实不能满足这个采购 一个自打的场景 那你是可能出于考虑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引入一个 多维度的一个汇图 我不单单局限于说 我根据什么账号汇图 或者我根据地区来汇图 或者我根据IP来汇图 这种简单的汇图 我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套 非常复杂的每套汇图体系 实现多维度的一个汇图 那是不是就能满足 我政府采购场景的这么一个需求呢 还有第三点 持续交付 那既然张一的持续交付应用 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交付的过程当中 我在同时就把数据库 配置之后就配置中心的配置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我都把它做一个交付呢 整体性作为一个交付呢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的这么一个 持续交付的一个问题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理事的解决方案 它其实留钱运入规矩的那种解决方案 其实和当初的解决方案相比 它其实继续解决了问题 我又能够从不管是成本也好 还是血液方面来也好 以自己说的这个方案 其实它的一个可行性会更高 而且会更中和一点 那从故事当中 我们领悟到了 大家从故事当中 有领悟到什么权力入规度的真谛呢 首先来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是权力入规度 假设张三是一个灰度用户 在项目标准办业务上 在这个业务上张三是个用户 他被灰度了 那么张三访问的所有的页面 发送的所有的请求都会被染色 不管请求经历了几个应用 就是有几个中间件 有经历了多少的一个存储 灰度的标其实都能够 在实现一个全链路的透传 第二个点 全链路灰度 其实它能实现一个多房间的一个治理 就刚才提到的 其实我们通过全链路灰度的 全链路多维度的一个隔离 以及多协议的一个灰度 其实只需要一套特殊环境就能够满足 多个开发特殊人物 进行推进的这么一个问题 开发和特殊人物在相互不影响的情况下 其实就能够实现一个多环境的治理 我不需要多套环境 我只需要一套环境 我在一套环境里面 我其实就可以实现这么一个 进行迭代的一个能力 经过其实整体的一个全链路追 就是全链路灰度这么一个方案出来之后 我这里展示的其实这一侧 是原来我们所有的一个线上的一个 而就是在开发环境 这一些是我们原来的一些测试环境 经过我们的一个全链路灰度的这么一个 整体的一个治理之后 我们最终这么多开发特殊环境 最终就只规律到了一个环境 大家不管在每个环境有需求 都是在这个特殊环境进行一个测试 特殊环境在基准版本里 发的就是一些稳定的代码分子 上线的稳定代码分子 所有的开发或者测试的那种叠加分子 都是从这个测试环境中拉取出一个隔离组 并部署上迭代所涉及到的一些应用跟分子 然后实现了这么一个隔离的 逻辑上隔离的这么一个独立的开发或者特殊环境 所以仅需要一套环境 才能解决这么多环境的问题 其实从成本上来讲 我不能说就是这么多归一了 但至少来说我至少成本降低了十几 只降低到原来的10% 这个至少是有 那多环境自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我这里弄了个图 其实多环境自己刚才也看到了 从一个环境 从这么多环境最终变成了一个环境 那其实它在对特殊人员来说最大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改变就是人效的提升 原来特殊人员需要在这么多环境之内 就是在一个这么多环境之内反复测反复切换 那现在来说的话 它只需要在一个环境里面 而且发布少量的应用即可 在原来在多套特殊环境的时候 那我一个版本发版之后 为了保证代码的一个先进行 我必须要在所有的开发特殊环境都部署一点 那这个其实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人效的提升 其实除了人效还会有一些成本 灵活性 包括我们整体的技术成长 就是很多方面都会带来一些 全连路灰度带来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灰度的一个灵活性 和传统的灰度发布不同 全连路灰度其实可以根据业务的需要 去实现一个整体性全部应用整体性的灰度 或者说我部分应用的灰度 部分应用灰度的时候 它其实我一个请求进来 其实我是可以在基础应用 跟灰度应用之间来回参数 减少灰度应用部署的数量 我不需要全部补 我只需要补一部分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个图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说我的全连路灰度 这么一个连路的一个走向 左边这部分 其实我展示的是 就是说我一个流量是 整体已经把所有应用都已经囊括进来了 就是我一个正常区画 广西区画 新疆区画 就是我的流量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应用也是完整部署 那除了这部分之外 我还可以把部分流量给它弄过来 比方说我这里 黄色的这部分 我是一套完整的一条连路 白色的部分 我是一个普通流量的一个业路 蓝色的部分 其实我原来是有四个应用 但是在我这里其实它只部署了两个应用 这两个应用 A和D这两个应用的流量 其实就是基础版本的流量 一个请求流量从A打进来之后 从请求流量到达我的基础版本A之后 如果我这个流量被染色成了 我蓝色的这个隔离的灰度的这个流量之后 这个请求就会从A进入到一个 我一个蓝色版本的这么一个灰度应用当中 从B再进入到C的这么一个灰度应用当中 在C处理完之后 我又可以回到我的基础版本D当中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一个不是不需要完整范围去迭代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我只需要部署这么两个应用 就能达到我原来四个应用的这么一个测试效果 当然这里我只是举例 其实实际的可能会更大 就是像我们公司其实有三百多个应用 那我有一次部署我可能只设计到几个应用 那等于说我其实我对我这个环境来说 我只需要部署几个应用就能实现类似于原来一个独立的测试环境 在一个三百多位应用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我一个请求是可以在我应用之间来不去穿梭的 全内容灰度还实现了一个多维度的灰度的话 依托的其实是一个服务网格技术 我们通过那个in-wide的圆满定制 圆满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开发 将sidecut机制与应用的sdk进行的结合 实现了一个多协议多维度的一个灰度发布功能 业务可以随心所欲的去使用全链路灰度的这么一个能力 我这里列举了我们目前已经实现的一些协议 就像HBTP,HBTP-S协议 这个其实会实现的是一个前端页面和一个rest请求的一个回复 lobsocket的协议实现的是一些长连接 lobsocket的请求的一些回复 double协议的话实现的是一个double请求的一个回复 grpc协议 grpc协议就是实现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回复 redis协议实现的是一个redis的回复 lcdmq协议就实现了一个消息收发消息传递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回复 当然刚才提到了我的回复的条件是非常灵火的 那我这个就是我下面列举了几个例子 我一个普通用户我可能从那个我访问的时候 其实就是访问的是我的一个基础观点 新疆用户的话 我访问的 那其实它就是说是一个新疆的一个回流营 我可以为新疆单独布里一套独立的 我给它布里一整套的运用 我为了我将们把新疆相关的用户的流量达入到这里了 这是一套独立的这么一个就是完整的这么一套一整套的回复运用 那这个就是一种回复方式 我发现我可能我有一个特殊的项目 长三角一体化这么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可能这些长三角一体化的项目会有到自己的一些特性 去做了一些定制化的需求 那我其实我长三角一体化项目 不管是哪个用户 我只要访问长三一体化项目 涉及的一些页面或者功能 我都会把它挥度到长三一体化相关 长三角一体化相关的一些挥度用户 还在这个例子 比方说我这家高头标项目 但是我条件它不一样 我同样是改了一个这家高头标的项目 但是如果我从专家用户登陆进来 我是江泽户的专家的话 那我要访问那么这家的挥度 那如果是海证或者监管的人进来 我又希望他们访问基础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在我这里列举的 其实还只是部分场景 还没有涉及到最复杂的一些场景 其实在整个政府采购的领域 挥度桥间非常复杂 所以说需要全面的挥度这么一套灵活的 这么一整套的这么一套解决方案 去支撑我项目采购 我这种政府采购这么一个业务 这里我列举的是我们挥度的一些维度 我除了和一通普通的账号维度 那我实现一个精准的账号提配 我还可以实现一个区化的 比方说33浙江、3300、杭州、33001和区限去的 省、市区都可以 包括这个区化为就可能更多的是 登录的那个账号 一个区化为 我下面还有个项目区化 我这个项目到底归属于哪里 这里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项目区化和区化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化指的是我这个用户登录上来 它归属于那个区化 但是存在一个情况就比方说我这个项目是归属于杭州的 我需要有一批专家来抽取这个项目 但这个专家有可能是胡走的 所以说如果我根据3301项目区化 3301来挥度的时候 我就意味着我是可以让杭州的项目进行一个功能性的挥度 我不管这个专家是来自哪里都会被挥度 这个就是一个6属性 还有一个就是像用户类型啊 IPG 知道的百分比啊 甚至我们可以提取任意的 Head里的 Cookie里的 UIL里的 甚至我的请求的一个参数里的那些参数 作为一个会议代理都可以 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把整体刚才说的做了一个整合 我蓝色表示的就是一个普通流量 我这里会设计连接一些 MySQL, Redis, Located, MQ 整条链路会设计到四连用 诶 纯色的 黄色的这个线路呢 其实表示都是我测试账号 当我这个是在线上环境访问的时候 那我这个测试账号就会打入到测试 线上的一个灰度环境当中 线上的灰度环境呢 诶 你看到我的一个细意图 其实它只有MySQL 就是它独立出了一个MySQL 它并没有去用线上的MySQL 就是我像Redis、RocketMQ这些 我都用的是共享线上的资源 但是数据库我做了个数据库挥堵 独立改出来了 新疆也是一样 我的新疆流量我都做了独立的 但是新疆的挥堵环境 我数据库也做了才挥堵 其实它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 它不单有像这边的DE 地铁到C再到DE的这种应用之间的一些穿插 也涉及到一些底层存储之类的一些灰度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一个 全连的灰度实现之后呢 可以实现一个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随心所欲的这么一个灰度 我应用之间想走就走 我想隔离就隔离 我想通用就通用 我中间建我想共享就共享 我想独立灰度就独立灰度 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灵活的这么一套灰度解决方案 再来讲一块 就是全连路灰度在实现应用交付 全连路灰度系统解决相同版本跨道端同时发布的一个问题 其实只需要在一个环境完成发布和验证之后 就可以将该灰度版本同步到其他任意导断环境 同步的过程包括应用版本数据库变更 数据初始化 配置变更 路由规则的变更 其实都能够进行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通用 真正解决了一个应用持续交付的一个问题 在隐楼知道全连路灰度之后 原来我们包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一个增线环境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原来我们可能每个环境都要独立刷布、独立测试 有个全连路灰度的这个体系之后 其实我就不需要搞得这么回答 我只需要往云平台刷完之后 盘量同步给其他环境 然后测试人员做一个简单的验诊回归 其实就可以了 大大的会减省我们测试人员的一个交付 上线交付测试的一个压力 全连路灰度其实整体带来的是一个人效上的一个体系 假设我现在全部的二十 我们刚才列起的那个开发设置环境里面 我全部的二十四个开发设置环境里面 我如果假设我业务线发布的应用需要半个小时 测试需要一个小时 那我二十四个环境我发布一次 其实我就需要十二个小时 测试一次 其实我就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对吧 然后同样的我在十二个导端环境当中 我刚才列起的全部的这么一些导端环境当中 我发布一次需要六个小时 全部测试一次需要十二个小时 那这还只是我目前部分的一个场景 未来在一百个导端的情况下呢 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其实这个压力会非常的恐怖 所以说我们这个全链路灰度的这套解决方案 对人效的提升其实非常的大 全链路灰度之后呢 会带来些什么改变呢 我这边也就举了一些图 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还是持续交付 当然它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维度 各种各样协议的一个维度 那这也是它带来的一些改变 行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聆听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进行一些沟通 我们看到之后也会对大家进行一些解答 谢谢大家